你不敢嫁到你們村來 你一個個的都看著我暗眼 我走不就得了 到你們就親你了 你再也不用聞家中藥味了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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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能解決個啥呀 我倒要看看 你爹是願意看著你打光棍 還是要留下那個野娃 我告訴你 只要那個野娃一天不走 我就一天不進這個家門 打樣了 那娃他醒了嗎 我只是醒了 他們家呀 都打翻了天了 娘你回來晚了沒看著好戲 香草把一洗一盆的水 全都鋪到了寶珠的頭上 真的假的 真的 那香草還帶個大包袱回娘家 娘這麼大包袱 拖都拖不走 那才好呢 這老天呀早就安排好了 上回呀我讓他要小花 他不要 把家裡弄了個底朝天 這回咋樣 一個野娃自己跑去了 他再想躲呀他都躲不掉了 我問你 你去你姐家問這事咋樣了 那媽還在不在 我們親自去鐵鐵家問過 那小花啊在家 我就說沒這麼巧的事 娘那個叫花子 她不待在大姨的村裡 跑到這兒來幹啥 你說啥呢 娘我說錯啥了 你幹啥這麼大叫救我 你說啥 你再給娘說一遍 都是那個叫花子人出來的 我在大姨家見過她 叫花子 你說誰是叫花子 我今天看清了 這個野娃 就是在大姨家見過的 那個叫花子 思兒 這事可不能瞎說啊 這娃哪是在大姨家的娃呢 就是她 在大姨家見過的叫花子 就是她 我和大寶二寶 還騎牛追過她呢 大寶二寶都叫她叫花子 你說的是真的 真的 不信你們就去問問 看看她是不是叫小花 走吧 好 我說啥來的 保住爹肯定睡不著 還真沒睡的 對 咱進去問問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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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啊 我們是來問問 那娃她醒了嗎 醒了 那娃她沒說她叫啥名嗎 那娃啊 叫小花 叫啥 她叫小花 啥 你認識她呀 不不不不認識 不認識 不認識 大叔 這天也不早了 您早點歇著吧 歇著吧 那我沒事啊 睡吧 睡吧 我睡吧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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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收远的 还怕别人看不出来是咋的 是谁才是这么收远的 你出现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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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了 你说啥 那娃那真的是小花 没错 我家三上回来见过她 我们也问过保住她爹 说那娃呀就叫小花 那个娃是叫小花 喂 妈呀 这事千万不能让你姐夫知道啊 要是你姐夫知道了 把娃领回来 你说这日子 这又不得安定了呗 对呀 姐 千万不能让我姐夫知道 你记住了啊 记住了 不是 你这还能瞒得住这个 你长期总见不着娃那姐夫不得找啊 可不是咋的 她得找啊 咱不说她上哪儿找去啊 是 哎 妹子 你们村不知道小花是谁吧 除了我们一家的人没人知道 对了 我上次跟保住她爹说的时候 也没提名 哦 还好啊 你说这 你说这个铁袋娘还 真会演戏 把咱俩给骗了呢 就是 你说娃丢了这么大的事 咋不坑你什么呢 她不坑才好呢 要不姐夫就不知道了吗 姐 我告诉你啊 你可千万得装糊涂 哎呀 是呢 你说这事到现在了 还能咋办呢 顺不顺下吧 不过自打那个娃去了啊 确实也坑苦了保住爹了 家里边都闹得人样麻烦了 哎呀 真的呀 哎呀 那 那保住爹她还能留住小花呗 哎呀 咱也别管这么多了 哎呀 只要那娃别再回来 这就万事大吉了 姐 我可告诉你啊 你可要稳住 稳住 我 哎呀 哎呀 这下好了 咱家闹成这样 你就高兴了 哎呀 爹知道你呀 心里贵爹 知道你还这么做 你就怕人不知道 你心眼好是咋的 哎呀 包啊 这人心哪都是肉长的 爹这么做呢 也由不得自己 这娃呀 才七岁 走投无路才跑到这儿来了 家里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你让娃又能去哪儿呢 这好歹是一条命啊 那也轮不上你管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啥岁数 啥条件 咱家日子还勉强过呢 就是好心 也没能力再养个娃呀 再说了 咱村 谁条件都比咱家好 他们咋不管 非要你来出这个风头啊 哎呀 爹已经老了 就没想过出上风头 爹呢 也知道 没这个能力养护这个娃 可是爹呢 我只想让这个娃活下去 只要给她口吃的 就能给她一条生命 好 宝啊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天底下苦命娃多了 你救她过来吗 好 上回 刚一提领娃的事 咱家已经闹翻天了 你咋还不长教训 现在居然把娃给嫩回来 你让大伙咋想 大伙肯定以为 是因为香草不生 你才把娃给嫩回来 香草最怕的就是这 你让她以后还咋出门见人呢 爹 你这不是在打香草的脸吗 你就是不为别人想 你总该为我想想吧 这么些年 我家在你跟香草中间 已经够难的了 你还嫌这个家不够乱是咋的 你要还想咱家有太平日子过 就赶紧把那娃送走 你要留下那娃 咱家这日子 这没法过 不好玩啊 爹没有伤香草的意思 他那儿呢 爹归去解释 还解释个啥 人都走了 香草说了 这家有她没娃 你娃迷她 爹 你做事总得先分清个礼拜了 你别忘了 我才是你亲生的 你总不会为了个野娃 把我的生活毁了吧 我早就说过 爹没安傻好心 这么多年 他就一直看我都不顺眼 嘴上说是可怜那个娃 实际上他就是想借着那个娃 把我给赶走 你说这宝珠爹还来成劲了 前一阵吧 他就窜着着要抱抱娃 这回倒好 直接把娃背回来了 这不是欺人太甚呢 他想干啥呀 这口气咱们不能就这么厌老 娘这就找他爹平平礼去 我看他到底要干啥 行了 娘 不是 我越想越气呀 这天又没塌下来 你闹啥呀 啥事不能解决呀 不是 欺负人都欺负到这份上了 你们还让我忍呢 那是个活娃 又不是件东西 说丢就丢 保住爹一定是迫不得已 才把那娃留下的 总得给人留点时间吧 不是 是谁让他迫不得已了 又没人拿刀逼着他 非管这娃 他不是成心 他是干啥呀 你说害得香草有家不能回 嘴上说着让娃们好好过 实际上他就是在拆这个家 不行 我说什么也得找他平平礼去 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你给我坐下 你一闹就把问题解决了 你还想不想让香草再回那家了 啥事还不够你瞎闹的 你这脑子都没有 这 这打得冲我来了 不是 这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啊 我已经说了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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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也不错了 你这我看的 不错了 不错了 你这我看的 一句痛快话 你是不是真的 不打算送那娃走 宝儿 别叫我宝儿 我也不是你的宝儿 我来就是要你一句话 你别诡谜 爹可以少吃上两口 也不能把娃推出去 不管你啊 爹 这么说 你真的喂了个野娃 想毁了咱这个家 好 现在 不光是香草走 我也走 这个家 就留给你和那个野娃过吧 宝儿 宝儿啊 你说找对象的时候吧 千挑万选哪 也没挑对了人 穷还不说 咋就摊上那么一个公爹呢 你说你真命咋就那么苦啊 既然事已经摊上了 想也没有用 你就在这儿啊 该吃吃该睡睡 我就不信了 他爹为了一个野娃 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顾了 你只要一天不回去啊 那跑出去就得跟他爹闹一天 他爹心里想的啥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早就想给他儿子 再娶个能生娃的回来 他敢 他要真敢这么做呀 娘就找他拼命去 这天底下还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就让他爹看着办吧 反正那个家里啊 有我就没那个娃 有那个娃就没我 这回啊 说死了也不能让步 你要是让了 就证明咱自己不能生了 那一会儿村里的兔木星子 还不得把你淹死啊 尤其是那个张快嘴 上回他就没得逞 这回他不得笑掉大牙 娘 你说这个娃 不会是他们上回说到的那个娃吧 还说不准真是那个娃吧 那不然咋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是啊 这要真是那个娃 那就更说明是他们早就串通好了的 那这一步啊就更不能让了 香草啊 保住来了 还真是 你是说 保住爹能留住小花啊 保住爹啊 可是我们村的大好人 现在啊 保住喝香草也跑回他娘家去了 那你保住他爹 就没说把小花送回来 我看啊 是能留下 但愿这事啊 能早点平息下来 对了 姐 我姐 我姐夫 没再问起小花的事吧 她咋没问呢 是我拖着他 一直没让他去铁袋下 估计啊 你瞒不了多长时间 你姐夫那咱不管了啊 你一定想办法 让保住爹留着小花啊 快坐这儿 快 你看看 还是保住跟咱贴心吧 你别看平常小打小闹的 关键时候还是一家人呐 一下子这么热情 在把保住给吓坏了 丈母娘腾女性啊 天经地义的 到哪儿都说得出去 走一道渴了吧 娘给倒水去 算你还有良心 吃点早吧 吃点 好 吃吧 保住啊 你爹说没说 啥时候把那野娃送走啊 他没说 这回啊 我爹是太过分了 看来你爹真是吃了乘夺 铁了心了 反正我也想好了 这回 我爹要真不把那娃送走 这个家 我也不回了 保住啊 真是娘的好女婿啊 以前娘啊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千万别跟我计较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 爹 甭打理你爹 这回啊 咱都不回去了 看你爹急不急 对 这回啊 咱们就豁出去了 跟你爹打个持久战 你们就放心吧 这胜利啊 指定是咱们的 咱们的好女儿 你不 acabar 咱们的好女儿 伤心 我可以 咱们的好女儿 咱们的好女儿 她不仅 爷爷 都是因为我 叔叔是娘才走的 可是爷爷 小花又能去哪儿呢 爷爷 为啥爹娘和奶奶 死得那么早 为啥小花 不能像别的丸一样 待在爹娘的身边 爷爷 你饿了吧 小花去给你做饭 花啊 你 受委屈了 我不委屈 是爷爷委屈 爷爷 我有的是劲 我可以多干点花 花啊 你是好吗 好吗 四儿 听娘说 你在你大爷家见过小花的事 千万不敢说出去 听见了没有 为啥不能说 反正别说就对了 明明见我 为啥要说没见过 叫你咋说你就咋说 问那么多干啥呢 这直理啊 早晚包不住户 咱不说 那小花不还得说呀 那你说咋办啊 能咋办 咱总不能把娃的嘴 给封起来吧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这娃命里该是谁家的 那就是谁家的 咱该做的也都做了 这小花好不容易 从我姐家出来了 说啥啊 也不能让她再回去了 你说咱忙活半天 这不是白忙活吗 当初你就说 把小花给保住家 他们是死活不要 现在咋样 绕了一圈 不还是进她家门了 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啊 这也真是的 看来小花啊 和那个香草 命里还真是有缘 就这么多 那娃还是自己 找上门来了 所以啊 以后咱还是少管闲事吧 管好咱家这三个崽子 就行了 那我姐家的事 叫闲事啊 你提也没用啊 你有点工夫 就过去劝劝保住爹 想办法让她 把小花留下 这才是真的 你还是去 劝劝保住爹吧 他那日子过得多难呢 还要把这个娃给留下 他要是能听我的 也就不会把娃领回去了 你说这个保住爹 也真是的 都这么大岁数了 将来还能指得上 这个娃是咋的 好好想几天服务 比啥不强 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娃倒是领回来了 自己娃倒走了 这是何苦呢 这保住爹那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见个蚂蚁啊 都得绕着走 咋能看着那娃 他不管呢 管也得看看 自己有没有条件 周边的几个村 就数咱村最穷 总不能为管一个娃 自己的日子都不过了吧 你说咱也倒想管 可眼瞅着采风就要生了 说不定以后 咱还要生第二胎 咱日后的负担也不轻啊 总得为以后打算吧 爹 你总不能为了这个野娃 毁了咱这个家吧 好 现在 不光是香草走 我也走 这个家 就留给你和那个野娃过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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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咱们少去 怕把娃的心给看活了 这是铁带梁说的 那是他说的 哪有那么邪乎 不是 人家说得对 你看 那个小花已经是人家的娃了 人家想咋管 咱谁也管不着 人家能留娃咱已经烧高香了 你说没事咱去掺会去 到时候给人着急了 人把娃给咱退回了咋办呢 我看看怕啥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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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去 你就 还是你不能去 大兄弟啊 到山鹤村咋走啊 赵主主 前面那村就是 好 好 好 谢谢啊 你说小花他人在你家 是啊 我来啊 就只想打听一下 小花在这儿 是不是真的 啥亲人都没有啊 这娃的命实在是太苦了 今天才满七岁 他爹他娘和他奶奶 先后都死了 前些日子 村里有一户人家收养了他 听说在那儿待得挺好的 咋就跑了呢 哎呀 这娃呀 是我们村里 从儿骨捡回来的 当时呢 他昏迷在路上 身上连点热乎气都没有 看得出啊 娃跑出来之前 受了不少罪 还受了好些伤 娃醒了以后呢 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知道 娃好几天都没吃上饭呢 饿得不行才跑出来 这两个混蛋 明天我就把香花借回来 哎呀 哎呀 娃呀 真怕了 说啥也不回来 可香花 是我们上河村的人的 不能就这样扔给你们呢 那你打算把它扔给谁 反正不能理回咱家来 那段日子咱家是咋过的 你忘了 你瞎扬上啥呀 总得把人先接回来 再想办法嘛 有办法早想哪 你呀别再自欺欺人了 咋的呀 还想逼我离家出走啊 咋的呀 还想逼我离家出走啊 啊 主花呢 既然是个孤儿 就许子妈呀 一愿吧 她要想回呢 自己就回来了 船长 你咋来了 船船船 船长 那有话那就好好好 好说呗 转个屁 你们两个还有没有两起 能不能做点一个网 就不让周报应 周外皮吗 你们那么折磨他 还干走了他 是你们当初自己领养的 我这东北梦 你们当初拿着伤心 为啥干扰他 村长 我真想把这心挖出来看看 到底黑的还是白的 我 我 就算我饶了你们 老天爷也不会饶了你们 船长 你们就长得还来皮吗 船长 船爹 爹爹你咋了 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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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了 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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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爷爷要送我走 是不是 小花做得还不够好 小花可以再少吃点饭 多干些活 就只想让爷爷留下我 爷爷大爷 就要爷爷有苦吃的 不会呀 这种花儿饿着 爷爷 小花很快就会长大 长大了 让爷爷过上好日子 好花呀 爷爷 这出些倒水的工货 这咋来的 小花这娃呀 真是挺让人揪心 她是还没咱压的三丫大 咋她的面子这么苦呢 我看这娃来了以后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干活 怪不得保住爹这么难 还要把他留下呢 说不定 将来这娃还真能指上呢 姐 你和姐夫还真不打算回去了 你不用劝我了 他爹要是不把那个娃送走 我和你姐夫就一辈子都不回去 你跟姐夫一起跑回娘家 这还是头一回 姐夫他爹该多伤心呀 都那么大年龄的人了 你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过分的是他爹 是他自己逼走了儿子 能怨谁呀 那他爹 要真把那娃留下呢 那这个家就散伙 亏你能想得出来 你说说 你爹都那么一把年纪了 他图个啥呀 他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他将来不指着你指谁呀 他还能指上那个娃呀 咋就不想想自个儿的后路呢 人保住爹啊 这也是一种活法 做好人有啥错啊 这叫啥好人呐 分明是傻呗 心眼好的呀 都不知道自个儿是谁的爹了 我爹这辈子 永远都是为了别人活着 宁可自己受罪 香草回娘家是家常便饭了 你爹也不觉得傻了 可你也跟着跑出来 你爹呀 还指不定有多伤心呢 怕伤心就别留下那娃呀 这多简单的事啊 咋就那么难呢 你和保住他爹呀 根本就是两个路上的人 你当然想不通了 你别静在这儿拐弯抹角的 说那些谁也听不懂的话 换上谁他也想不通 我就不信你爹在家能睡得着 要不咋说你爹糊涂呢 根本就分不清谁是亲的 谁是捡的 咱俩啊 非逼着你爹把那个野娃送走不可 咱俩啊 爷爷 这会儿可以再少吃点饭 多干些活儿 就只想让爷爷留下我 爹 天底下苦命麻多了 你救她过来嘛 你别忘了 我才是你亲生的 我才是你亲生的 这睡不着啊 我早就知道了 这家呀 会弄成这样 这事啊 也不能怪娃们不理解 连我都想不通 这凡事啊 得有个轻重 现在看好 连宝珠啊 都离家出走了 你这心里 这酒好受了 你这心里 这酒好受了 你这么做呀 这不是把娃们往远里推吗 我还会告诉你 你再也不能犯糊涂了 你就是想发扬风格 也得看看 那自己 这条件够不够啊 咱总不至于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娃 再让自己的家给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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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昨天你找宝珠爹谈得咋样了 不咋样 你说这个宝珠爹 咋那么糊涂呢 帮人也得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他这么有着性子 让大家伙儿跟他多着急 娘 又说谁呢 哎呦 采凤啊 小心点可别趁着肚子 娘 哪那么娇气 老在屋里躺着 我腰都酸了 哎呦 还是小心点好 这可是咱老王家的头一胎 可不能大意了 早回屋去 夏月你就要生了 要是动了胎去闪了腰 就更麻烦了 娘 这是咋了 慌来慌张的 娘 宝珠爹来了 在哪儿呢 我看见他正朝这边走呢 这么多天呢 我就等着他来呢 正好你爹跟宝珠不在家 你看娘咋这样的 你向我屋里去 别出来啊 秦家母啊 你还好啊 我不好 我要能好才怪呢 我把闺女给了你们 三天两头都哭着往回跑 这你又领个野娃回来 你这不活活要逼死人吗 我来呀 是接宝珠和香草回去 回去可以呀 你先说那个野娃 你送走没有 那个野娃一天不走 就一天香草跟宝珠都不能回去 不是我不让他们回呀 是娃们自己要不回的呀 你总不能娶媳妇跟过年 都让你给占了吧 你说香草进了你们家 吃没吃上好的 穿没穿上像样的吧 勒紧了裤腰带呀 跟着宝珠过日子 没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咋就这么狠心呢 没完没了的你伤娃的心呢 你有个当爹的样吗 这些年呢 香草在我们家里呀 让她受了不少委屈 我们家的日子呢 是苦了一点 可是我一直啊 把她当成自己的闺女一样 你算了吧 你别嘴上一套 心里头一套的了 你要是把她当闺女看 你就不会一次一次地 往那山口上撒盐 你明知道香草不生 她心里头多难受啊 你还弄个野娃回来 她为了给你生孙子 成年累月地吃药 还得听着村里人的风言风语 你说你这当公爹的 你不但不体谅 你还跟外人合起伙地欺负她 你让我这当娘的看着 我心里头咋想 她要是你的亲闺女 你能这么对她吗 亲家母啊 是你误会了 我误会啥了我 你领那么个娃回来 你不就想让全村的人都知道 我家香草生不出娃来吗 你以后让她咋抬头做人 为了这么一个不相干的娃 你连自个儿的亲儿子 你都不认哪 你说你那心是啥做的吧 对 你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